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央民國官方叫什麼 計畫投資人 EV又稱BCWP 中央民國官方叫實現投資人 AC又稱ACWP 中央民國官方叫消耗投資人 這些都在講同一件事情 只是你要背起來那個名詞就這樣講 你要審 如果你要去跟政府做生意 如果你要做到政府案子 這三個名詞你就給打 可以嗎 你就要知道 所謂的計畫都是 就是原來的 這邊 右邊 這三個名詞就叫 現在最重要的事情要發生 請看一下 下面 費用偏差 CV 請看一下 CV等於EV-AC 等於實貨值 等於實貨值-實際值 中文就有說 當CV等於零的時候 代表專案發費 有些正常 聽嗎 AC是實際花出去的錢 EV是獲得的價值 如果這兩個相減等於 代表是正常 你說吧 如果相減大於零 那代表什麼 你代表 我要跟你鼓鼓掌 因為你花很少的錢 得到很大的價值 對吧 EV小於零 那是代表什麼 負點 對不對 你花了很多錢 可是得到價值反而是不好 這樣會低嗎 沒問題吧 所以你可以在旁邊 寫上一句話 CV代表 某一個時間點的成本測量 再講一次 CV代表某一個時間點的成本測量 這樣各位可以嗎 為什麼我要強調某一個時間點 因為如果CV狀況是負的 是不是代表這個專案虧錢 對不對 可是各位 某一個時間點虧錢 代不代表整個專案虧錢 或可能因為物價變動啊 或可能因為石油漲價 或可能因為石油漲價 或者是幣子轉換 幣子轉換過程當中損失啊 所以造成了某一個時間點的虧錢 所以這個 某一個時間點的虧錢 不代表這個專案是一個狀況 可以嗎 所以CV代表某一個時間點的成本測量 這樣理解了齁 再往下進一看 不要看進去 先往下看 請看到第三個叫CPR CPR原文叫CPR CPR的中文翻譯是 累計的使貨值 儲上累計的實際值 換成公式是 SkmaE1 儲上SkmaS 什麼叫Skma 家長對不對 所以CPR你還沒寫這樣一句話 某一段時間的成本計算 某一段時間的成本計算 某一段時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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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能每一個工作天點一次CV 我每一個工作周 就會得到一次CPR 這樣就比較客觀了對不對 沒錯吧 我如果只給你CV 你就跟我說這個專案要怎麼樣 這樣不合理嗎 我如果CPR 三個CV 算出一個CPR 喔 那這樣就不合理對不對 那就比較合理 這樣比較客觀的嘛 所以你看一下喔 CPI等於是 EV除AE 你看一下EV除AE 你如果把CPI拿掉 EV除AE 如果等於E 代表正常 這句話就對了 CPI如果等於E 代表正常 代表中暗正常 這句話就對了 對嗎 還是說 老師不給你答案 然後主席不給你答案 CPI如果等於E 代表 專案正常 答案是缺碼的 缺碼 恭喜你 答案答對了 你就可以找到指照 專案有一個指照 有一個評論 問這麼 這麼 這麼白的問題 什麼意思 他就在考你觀念嘛 可以嗎 對啊 為什麼 如果正常 那CPI是 EV-AC等於0 如果EV-AC等於0 那這兩人 相比是應該等於1 3.3.0 3.3.0 3.3.1 會害活的嗎 還好吧 我明天睡覺 不想看到你 對了 然後 如果 CVI 大於1.0 那代表什麼 代表實際獲得的 跟實際支出 比獲得的支出還大 最少1.0 可能大於1 大於1 這代表很棒 然後那時候 對不對 如果小一點 你代表什麼意思 中安靜提頭來健碼 提頭來健碼 什麼意思 你花的錢 跟你實際得到的教理是不成正義 那就可以嗎 有理解這個算法了嗎 可以了齁 如果可以來 我帶你去看計算好不好 我量量講 CP和CPI是同補的齁 CPI是某一個時間點的成本測量 對不對 CPI是什麼 你會背到 我會背到你們 很討厭我的名字 接下來請你看一下計算公式 再看到下面計算公式 我們剛剛是把PV PV跟AC都找出來了 所以請看CP CP等多少 CP等於PV-AC等於9000-2 套公式嘛 代數計算 9000-2 1萬 等於0.9 注意後面再講什麼 請你把後面的中文字畫起來 真的很重要 0.9代表我們在工作上 每花一塊錢 只回收多少錢 0.9塊 我如果在工作上 如果是美金 你就會痛在心裡 你知道意思嗎 每花一塊錢 老闆只回收0.9塊 員工沒什麼 老闆會 好痛啊 每花一塊錢 你會不借 可以嗎 如果那個0.9代表是 1000塊錢 你就知道厲害了 這樣會可以嗎 為什麼很多企業在導致 然後算這個 重點再算 就了解0.9的原因 我跟你講 到時候就要拋棄這個玩具 他都會幫我拋 他會幫我拋 CV算成負一千出來 CV要讓0.9出來 可是 你要懂得 0.9代表什麼 報表就是報表 他不會跟你解釋 他代表什麼 可是你還能夠判理 他代表什麼 對嗎 你還能夠解釋 0.9代表什麼 所以我跟你們說 我跟你們說 0.9代表說 每花一塊錢 我只回收 0.9代表 每花一百塊 我只回收 九百塊 可以嗎 所以這樣執行的跡象 是不好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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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我們晚上看 再回到公司去 再回到公司去 再看上面 有叫SV 第二點 SV SV等於誰減誰 SV等於EV-PV 等於實貨的減量預算值 跟剛剛概念是一樣 SV等於0代表進度就正常 SV大0代表進度超前 可以嗎 SV小於0代表進度落後 這樣是跟剛剛定義一樣 只是一個算淺 一個算淺 一個算進度 那沒錯 這樣理解了嗎 如果可以請再往下 看到第四點 SV 既然CV有個CV 那SV就有個SV 就是進度績效果 那SV在講什麼 四個碼EV 除上四個碼PV 跟剛剛一樣 PV除PV等於1 代表進度正常 可以嗎 PV除PV 如果大一點 代表超前 PV除PV 如果小一點 代表成績落後 剛剛那麼久 是不是跟大家意思一樣 沒錯吧 他只是一個在講進度 今天就講成本 這樣可以了嗎 我可以讓你算數學了嗎 IOK公式 請你看到計算率 看到三十一月的下半分 請你看到三十一月的下半分 注意 我要開始講SV SV等於EV-V 等於九千幾乎 等於負責三千塊 代表什麼 因為我進度落後 代表我必須再完成 價值三千塊的工作 來講三十一月 這句話 不是我講這句話 是公安管理書上寫的 這個 這個例子是PV的例子 我照三十一月 這句話的換句話 都是什麼 因為進度落後 所以我代表我落後進度 價值三千塊 這樣明顯第三 SV等於負責三千代表 我落後的那個進度 價值三千塊 那你說吧 我剛剛講過進度快換成千 這樣可以嗎 不要尷尬 這樣子 這樣看 那我們要多幾個 等等 下獎劑 人都沒有 因為你只做到你沒有 那這個理解是什麼 可以了喔 所以照以這個case來看 這個團隊的成本利用率還算好多 可是進度追蹤 狀況是怎麼樣 落後的很大就這樣 所以代表這個團隊在前的控管上是沒問題 執行率上有狀況 所以我是更高階的主管 我是處長 我是嫌疑 我是副總 我就應該下屬這個專案的進度 我不應該去管他花錢 這樣可以嗎 你問你整個團隊的 你要怎麼協調 這是在管理上的問題 也OK 沒問題啦 沒問題我想問你 這個案子到這裡請問你可以到 到這裡請問你可以到 我們找到這地方 你說你這個例子虧多少錢 這個例子到目前為止虧多少錢 這個例子到目前為止虧多少錢 三千塊 所以總共虧多少錢 四千塊 這個案子到這裡 虧了四千塊 才幣的錢 可以嗎 所以所謂的虧的 不是只有成本虧的 進度虧的也得進行 因為你要實現成本 我現在根本還沒有講 我為了要追進度 我要多花多少錢 我都沒講喔 我只說這個專案到這裡 虧了四千塊 但你為了要追進度 你是要多花成本 對吧 你要加班費 你要欺財費 所以你虧了絕對不只四千塊 可以嗎 所以你跟我要追加預算要四千塊 我就會問你 對嗎 這樣追加成本來得及嗎 可以嗎 合理嗎 這個案子到這裡已經虧了四千塊 你跟我追加預算的時候 跟我追加四千塊 是不對的吧 對吧 所以你要花時間去處理這個進度 你要花加班費 所以最起碼你要再追加四千塊以上 那可以嗎 不然你怎麼去填這個洞 這樣可以理解你的意思了嗎 非常重要的管理權盤 這就是流程管理很重要的 重要的東西 這是花到專門的很重要的東西 重點就是把進度上填錢再刷 可以嗎 還OK 可以了齁 如果可以我可以繼續了嗎 好 好 我們今天數學課上到這裡好不好 好 歡迎回收費 我們來看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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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繼續了嗎 好 今天可以看黑板 每個人更多聊 借 fading 然後 COB sarungen 在一起